字幕志愿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George 今天会和大家分享一个适合送饭的小菜 就是这个姜葱炆鸡翼 需要材料很简单 很容易煮得好吃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鸡翼卖到回来融洩 然后先洗净 这个步骤一定要做 把鸡翼里的血水拿出来 然后倒入水 然后放在一边备用 第一个步骤 我会先把鸡翼抹干水 抹干然后将鸡翼斩了一半 全部一分为二 如果鸡翼斩开了 煮的时候会快熟很多 而且腌的时候很容易入味 斩完之后就是这样 全部一分为二 然后放入碗里 这个时候可以加调味料 大半茶匙盐 1茶匙糖 另外少许老抽 少许生抽 然后放少许韶酒 然后放生油 锁住肉汁 就是这样 然后全部拌均匀 因为斩开了一半 味料会更容易入味 现在准备葱 切大条些 不用切太细 现在差不多了 接下来准备姜 把皮皮 然后切片 之后再把它切丝 如果小朋友不喜欢吃姜 其实切片都可以 但是我今次就会把它切丝 粗一点 可以方便剪出来 然后烧热之后 放些油 然后就可以直接放些鸡翼上去煎 然后把鸡翼上去 全部放上去 然后每边大约煎3分钟时间 煎的时候不要动鸡翼 让它慢慢煮 让它慢慢煮 煮到差不多 就可以翻转另一边 再煎香到另一边 再煎香到另一边 就是这样 现在已经闻到很香 接下来 接下来 放些姜丝 全部倒进去 用筷子搅拌均匀 接下来 放些葱 全部倒进去 再兜一兜 鸡翼 接下来 再煎一会儿 鸡肉转了白色 已经熟了 今天跟大家分享 这个姜葱炖鸡翼 就搞定了 如果用它来送饭 就非常好吃 如果今天有时间 都可以试一下 现在就切一块给大家看一下 非常好吃 现在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今天的分享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按下来的小鈴鐺 可以收到我的信息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 拜拜